大家好,我是Stan Karina和演员EJU在經過五個禮拜的公開戀愛後 宣布分手了 今天,根據一家媒體報導 Karina和EJU因受到各種惡評的心理壓力 和對粉絲們的歉意,最終導致分手了 兩個人將專注於各自的本職工作 並作為娛樂圈的同事,互相支持 報導不久後,雙方的所屬公司也回應了分手消息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兩個人都很可憐,因為談戀愛而受到各種指責 而實際上,因為一開始就被爆出來 連戀愛都沒有好好享受就分手了 他們應該都沒見過幾次面 難怪會有人說,前世粉絲花的原諒的人卻是路人 當然也有很多支持的粉絲 但在他們事業上升期爆出戀愛新聞 難免會有粉絲不喜歡 僅僅因為這段戀愛新聞,就讓粉絲圈變得一團糟 如果是粉絲都知道Karina談戀愛後 粉絲圈的氣氛變成什麼樣了 在出道三年時,爆出戀愛新聞 確實是個重大的打擊 他們真的很配,真可惜 但看到這次Karina遭受的對待 雖然我也是愛戀粉絲 但我卻明白了 為什麼愛戀粉絲會被看作是怪異的? 為什麼在粉絲圈裡會有等級之份? 反全就是一群充滿矛盾詭異的群體 這樣被一直罵,分手反而是更好的選擇 希望Karina和伊杰烏兩人都能走滑路 真心希望Karina能好好癒合心裡收到的創傷 伊杰烏也能在自己的領域繼續走滑路 下個消息是 前StrayKids成員Kimuji 在Youtube影片向StrayKids成員們道歉 而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就那樣離開團隊 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那時候我還很小 我覺得那時候我太多考慮了自己的出境 雖然有點晚了 但我真的想說對不起 我想像那時候因為那件事受傷的所有人 表達我的心意 而對於自己的謠言 Kimuji則表示 因為事情太荒謬,所以沒有回應 結果反而造成了更荒謬的情況 我意識到以後我需要更清洗地傳達我應該要說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留言 當時關於團隊的消息完全被切斷 甚至成員的生日也就這樣過去了 過了很久才出現的消息是退團公告 在回歸之前 錄音工作都已完成的狀態下 不得不調整工作進度 成員們精神壓力非常大 那次的回歸歌曲 對成員們來說仍然是痛苦的記憶 所以他可能覺得對成員們很抱歉 但另一方面 我不太了解為什麼在那之後加入的粉絲中 會有人不喜歡Kimuji 尤其是年紀小的粉絲們經常嘲諷Kimuji 真希望他們不要那樣做 之前因為突然退團 有些懷恨在心的粉絲們 製造了很多謠言 真是太可憐了 說實話 在Strikey的粉絲中 在他退團後才入坑的粉絲比較多 所以有很多人不太了解 或不是很關心這件事 所以那些製造謠言和留惡評的人 我真希望他們能被起訴 不過那位成員不在團隊的時間 比在團隊的時間還長 不是嗎 而且成員也是在他退團後 希望大家不要再留惡評了 雖然那個時候有點怨恨他 但現在真心希望他能幸福的過他的人生 對於Kimuji的影片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4月份即將回歸的IDOL們 4月1號 Tomorrow by Together 將發表新專輯的主打歌 Teja View YG女團Baby Monster 也將在4月1號 以R香加入的7人完全體回歸 樂隊女團QWER 也將在4月1號發表迷你第一張專輯 4月2號 Treasure出身的Pongyeda 與Expa Winter 將發表合作新曲 4月3號 女團Kiss of Life 將以第一張單曲專輯回歸 Moonstax IM 也將在4月3號 以新迷你專輯回歸 尤嘉儀等語奇 將在4月5號 以Solo歌曲回歸 4月8號 男團Orenopu 將以第8張迷你專輯回歸 女團Ua 也將在4月8號 以新專輯回歸 4月9號 男團Ipex 將以第一張正規專輯回歸 由義大利從小前成員們 所組成的女團Artemis 將在4月11號 以新曲回歸 男團Boy Nestero 將在4月15號 以第二張迷你專輯回歸 4月16號 女團Lucember 將以新迷你專輯回歸 4月17號 男團文宇 將以迷你第三張專輯回歸 出道13周年的APIC 將在出道日4月19號 以新曲回歸 接著是 雖然還沒有確定日期 但很可能會在4月回歸的Idleman 來一集 NCT圖用 NCT圖用 17號 2號 1號 3號 1號 2號 1號 1號 5號 2號 2號 3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